香蕉蛋糕 大家好歡迎回到美麗紅杯 我是咪里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香蕉杯子蛋糕 無糖無膚質版的 今天這個食譜呢 用的是比較熟成的香蕉去做的 所以香蕉本身就已經有天然的甜味了 再加上香蕉 它本身的質地非常的鬆軟 所以這蛋糕做出來口感 非常非常的蓬鬆柔軟 然後再加上如果你有再搭配一些 比較烘烤過類的堅果的話 就會非常有層次感 而且這個配方做起來非常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準備好乾的材料 濕的材料 然後把它們混合在一起 放到烤箱就好了 我平時呢 就是經常在家裡面有香蕉吃不完 然後它的熟成的程度又很高了 然後又怕浪費的時候 我就會拿來做這個香蕉杯子蛋糕 同時呢 又因為它是無糖的無膚質的 所以吃起來又沒有負擔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食譜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我一起做看看喔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今天的視頻吧 首先今天因為我使用的是生的核桃 所以我會先把它放在烤箱裡面烘烤 增加它的香氣 我們在烤箱裡面烘烤約10分鐘左右 使它稍微上色一點 然後呢再用刀把它切成小顆粒狀 比較好入口 接下來我們來準備濕的材料 首先把黃油放到微波爐融化 然後我們選用比較熟的香蕉 把它們剝開放在黃油裡面 加入一點點的香草精 增加它的香氣 然後用叉子把它們碾碎 攪拌均勻 接著我們敲入雞蛋 也是把它們攪拌均勻 我們把這些濕的材料全部攪拌均勻之後 就可以先放在一邊待用 然後我們來準備乾的材料 首先我們先放杏仁粉 還有代糖 代糖大家可以選擇自己比較熟悉的 接著我們放入泡打粉跟蘇打粉 然後再加入一小撮鹽 還有一點點肉桂粉 肉桂粉呢如果沒有的話不加也可以的 還有再加入我們剛剛烘烤過的核桃 我們把這些乾的材料也攪拌均勻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乾的材料跟濕的材料混合在一起 我們可以用硅膠棒把它們翻拌均勻 我們翻拌到它們融合在一起 看不到粉狀飄在這個麵糊上面就可以停止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把麵糊倒入我們的模具 然後放入烤箱烘烤 烤到牙籤插進去拔出來沒有沾黏就可以了 這個蛋糕因為加入烘烤過的核桃 所以它吃起來口感非常的豐富有層次感 同時呢它也很濕潤蓬鬆柔軟 它使用的材料是杏仁粉跟天然的代糖 所以它也算是一個非常健康低熱量的甜點了 同時又因為做法非常的簡單 很推薦注重健康的朋友來試試看這個甜點 謝謝你們看我今天的視頻 如果你喜歡這種使用天然食材 沒有糖沒有膚質的蛋糕的甜品分享的話 不要忘記給這個視頻點個讚 轉發還有分享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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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你們 增加 詞